为了让西部青少年了解东部文化 体验不同的生活 富邦文教基金会举办一场 为期四天三夜的花东故事报导营 邀请专业的影像与文字工作者 带领36位西部地区的高中生 沿着东海岸前进 共分成四组分别深入不同部落 了解花东在地文化 25号上午富邦文教基金会董事陈矮林 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严长寿 及现场黄建亭都到场参加 青少年的成果分享 其实就觉得我觉得 大家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给了我们很多 那他们付出了他们可以给我们的 他们完全不会去计较说 他们少给了什么 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得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会为他们做出什么 因为现在媒体工具 比如说是会像机手机很普及 那其实孩子随时都在拍照拍录影 然后同时网络很发达 就是新媒体的时代孩子 其实很容易把他们的文字 或是影像都上网去分享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青少年他在这样子的环境成长 但是我们很希望 他在使用这些工具 以及他在做分享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关于他自己 跟媒体工具之间的连结 以及他跟这块土地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试着让一些 平常其实比如说像摄影社 校看社大船社的孩子 然后都会去台北台中高雄 都会去的孩子们 我们把他带到一个 跟他的日常生活经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去透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体验 去重新认识 可能他不认识的台湾 当初我们也就是有跟他们讲 不管你们来我们部落 不管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先放下你们的喜欢和不喜欢 和想要和不想要 你们才会去得到 我们所有给你的一切 让这些青少年能够将体验的一切 散布到社会各个角落 东南新闻翻译林报导